你好,小夕,今天又怎么了? 屁股又受伤了是吗? 好的,我先来看一下 天呐,这是杂成的呀 这里怎么能插一根钳子呢? 稍等一下哦,我呢先戴一个手刀 帮你看一下伤口 你这个钳子呢是直接穿透了 如果给你直接拔下来的话 可能会破坏里面的阻值 我这边的建议呢 是需要帮你先盖一刀 然后呢,把它捡出来 这个小朋友的家长,你们考虑一下 如果行的话呢 咱们这边呢,立马就会进行手术 可以吗?可以的是吧? 好的,你们先出去烧刀 好嘞,不要紧张哦 首先呢,我先帮你一下一个毒 下一个出来 小朋友,你是不是当时吗? 看你这会儿呢,还笑得什么开心 都全面的呢,为你做一下下毒 因为呢,咱们要开刀 所以呢,我要先给你拿一只麻药 你呢,不用担心啊 打过麻药之后呢 你是没有感觉的 好的,拿一只麻药 咱们用到的呢 是这个,拿好的 好的 好的,小朋友,不要紧张 就这一钉钉就可以了 忍耐一下哦 轻轻的呢,给你扎进去哦 好的,满针 有感觉吗?这里 没有的是吧? 好的,那咱们现在就要开始了 拿一个二三号的这个手术刀 做一下小毒 好的 开始了,让你划布 好的,接下来把它去除内了 好的,接下来把它去除内了 好,帮你把周围呢 再做一下小毒 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缝合上口了 好的,开始缝合了 把针 把针 打针 接下来 下一针 把针 好的,最后呢,还有一圈就可以了 已经完成了 好了,咱们现在呢,也已经磨合完成了 一周之后呢,你过来,我帮你拆现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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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